賴清德的這個動作 其實並沒有出意外 因為其實1月11的時候 我就坐在這個位置 就有講說I will be back 他那時候講了楊過 跟小龍女的故事 就是他日把酒演歡 他就有在預告這個事情 當然如果郭國文 他輔選失敗就沒有這個了 今天是民進黨的開放領表 跟登記的第一天 那個桌子都還沒有擺好 他人已經到了 他先請他老師去幫他領表 陳大醫院的院長 然後自己來講 他講了幾個重點 就是之前我跟大家報告的 他的說法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賴清德講說 很多的基層 民進黨的同志都非常焦慮 如果政權失去了 連立委席次都大幅下降的話 那麼國民黨要跟中國大陸 簽兩岸和平協議 那麼台灣就會變成西藏 台灣就會變成香港 所以他要出來參選 要勇敢承擔 他的說法當中並沒有講說 賴清德出來以後 就可以橫掃 簽軍 我就要當選總統 他也沒有這樣講 可是他讓所有的民進黨支持 就像我剛剛之前講 跟四年前的朱立倫 為什麼非得要出來 換柱是不得已 但是朱立倫挺出來 擋子彈為什麼 就是當時的國民黨立委覺得 朱立倫如果來選總統的席次 是不是會比洪秀珠更多 你沒有辦法驗證這個結果 因為洪秀珠最後沒有參選 賴清德現在也是用這樣子的 一個訴求跟論述就是 如果我們政權要丟掉了 國民黨要重回執政了 可是立法院的席次 能不能大幅減少 降到38席以下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會簽兩岸和平協議 如果簽兩岸和平協議的話 台灣就會變成香港 我先講一個前提就是 台灣並不是人人都 鮑石跟賴清德前院長一樣的看法 可是顯然這一次的 三重跟台南的選舉結果 他還是有市場的 你說這兩區很綠 很綠的區也是區 很綠的區裡面的人也是台灣人 所以他是會有市場的 我不懷疑這個 新台灣國策智庫 他今天發表這個是為了配合賴清德 但是我也覺得 因為賴清德先前的態度 都讓大家覺得他已經退了 他並不會挑戰蔡英文 他甚至沒有那樣的勇氣 他現在直接去領表 而且第一個就跑出來 講說我要去承擔 他講得非常清楚 2016年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叫他選了 可是我沒有 為什麼 我願意支持蔡總統 我願意支持蔡主席 所以我幫他 我當主任委員 我努力輔選台南 他拿到67%的選票 但此刻 前天在台南 郭國文只是小勝3600票 現在的民進黨不是2016年 我在幫蔡英文 輔選時候的民進黨 他沒有 就是說大家有講到 罵人不帶張志 一樣的 檢討也沒有很嚴厲 可是他已經告訴你了 蔡英文總統 沒有辦法做到他能做到的 所以他才必須出來 他沒有講那麼嚴厲 可是就這個意思 怎麼辦 夠台灣 就只能靠賴清德 他的訴求是這樣 你說接下來會不會有人配合 有 阿炳會挺他 你說這個新台灣國策智庫 其實就是貶戲的 先告訴你他的民調非常高 贏蔡英文21% 不是贏2% 不是贏11% 是贏21% 那是一個非常遙遠的距離 你說一個現任的總統 他有可能因此就不去領表 我倒是覺得懷疑 可是此刻 此刻蔡英文應該 可是如果民調出來 結果很難看 民調結果很難看 已經很難看了 現在已經一個了 接下來會有 我跟觀眾朋友報告我的看法 因為賴清德 他先前做的民調都比蔡英文高 但是他都沒有表態 現在他表態了 我相信接下來 賴清德做出來的各家民調 不管是所謂的親藍或親綠 他會超過30%的可能性非常高 賴清德的民調有可能超過30% 這種態勢會非常明顯 要不要領表就是蔡總統的問題了 如果他真的不去領表 那就提前出局 接下來 民進黨4月底之前就要決定人選 整整一年又一個月 他將會成為中華民國史上第一個 無法連任 而且還會是一個最常看守跟空窗期的總統 他不會有任何的作為 大家也不會在乎他 可是賴清德決定這麼做 就在於他離開行政院長的那一天 你說今天蔡英文總統會很驚訝嗎 所以說他連電話都沒有打 賴清德前院長是打電話給花媽 舉起說 姐 我要算了 麻煩你跟總統說一下 你們兩個關係壞到連電話都不打 其實也不是 心知肚明 就在等這次的浮選結果 你說蔡英文會不會說 早知道就讓謝龍建亞就好 就不是這個事情 已經來不及了 目以沉舟 表也已經領了 也已經登記下去了 賴清德就是要選了 證明這一切都不是虛幻的 我知道很多人覺得 賴清德不可能會出來 但是他確實是出來了 而他出來的幾個大前提 第一個 他將會使台灣的 未來走向的問題 直接的快速 必須面臨一個抉擇 因為賴清德直接告訴你 他的論述很簡單 第一個 我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而且我是第一個在 國會殿堂立法院講這句話的 然後我支持特赦阿扁 而且這一次也因為 阿扁為了自己 我覺得等一下我們好幾個層次 我現在講賴清德 阿扁的部分 阿扁他為了自己的這一個 他算是很厲害 他在這一次 氣飽了陳曉鈺的情況之下 等於是犧牲了他跟郭秀書 這麼30多年的交情 但是他得到了兩個 第一個就是 現在賴清德跟獨派 是公開呼籲蔡英文 應該要特赦 如果你不特赦 那就支持賴清德 賴清德當總統以後去特赦 他竟然講法 他並沒有講說 我一當總統立刻特赦 可是他說 我不管在任何職位 我都支持特赦前總統 而且他說這是做人的道理 等於就是蔡英文不懂做人的道理 你已經當總統 兩年多快三年了 你沒有特赦阿扁 這第一點 第二點有沒有可能蔡英文總統 他還是去領表 然後特赦阿扁 也把獨派人拉回來 我不要等賴清德 我現在就先處理 阿扁就不用等到 賴清德明年520 如果他當選的話特赦 我就要提前得到特赦 所以阿扁是兩邊押注 而且兩邊都贏 所以阿扁那部分他是高招 對他來講 當然我知道觀眾朋友 有人不認同陳扁前總統 會覺得說 他一個這樣的人怎麼可以 可是他做到了 他吸收了扁跟獨派 以及民進黨支持者 還有我講的 目前在隱信當中 不會公開表態的 民進黨信任立委們 這些立委一定有足夠的數量的人 去跟賴清德講說 你必須出來 不然我們會落選 但是私底下講公開不會說 因為總統還沒去領表 所以他們一定會講說 蔡總統跟賴院長兩個人 就一加一大於二 之後他們就是公平的競爭之後 大家注意在1月2月的時候 不是這樣的講法 大家想說不可能去挑戰一個總統 可是現在挑戰了以後 會轉換他的說法就很好 反正輸的因為支持贏得 所以我們就樂觀其成 去看最後的結果 但是最後的結果 是賴清德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就全部再過去 這是第一個立委會支持他 民進黨立委 第二個就是金主會挺他 民進黨的獨派會靠過來 所以他至少還有綠色的選民 也會支持他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賴清德他很快的表態 我覺得賴清德應該會成為 最後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 他說賴清德會出來 我也加一 你也是押賴清德 對 因為我覺得 第一個民調也很清楚 第二個 蔡英文到底知不知道 確不確定他要出來 這個我很難講 不過原本這一場補選 大家想說郭國文 國文過關 英文也過關了 但現在不是 現在感覺上是 國文通過了 但英文被當掉了 所以 兩顆只能搶救一顆 不能兩顆都過了 其實我覺得賴清德 其實他之前他也說過 3月16號是他決定 要不要參選的說明 就是3月16號 他有說3月16號以後 他再來講說 他要不要參與黨內的初選 所以之前其實賴清德 也沒有說死 他並沒有說死 顯然他參選這件事情 他並不是說沒有放在心上的 也就是他之前其實就在考慮了 加上整個獨派 實際上是支持他的 獨派其實在上一屆就支持他的 蔡英文搞成這樣的時候 其實獨派更不能接受 勝率的也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這一次台南補選 守住了 止住了韓流以後 那就更加給獨派信心 認為說應該一定要推他出來 賴清德對自己也覺得他有信心 所以你看他直接 今天的說話都是直接針對韓國瑜 感覺上好像就是明年就是 清流對韓流 韓流對清流了 門票已經要到了 就直接好像就是講明 把菜都擺在一邊了 所以這個也就讓明年的總統大選 會有可能變成是說 是不是另類的台獨公投 因為賴清德本身他的這個 台獨色彩跟主張是非常鮮明跟明確的 包括他今天講的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 所以就是有點宣告說 既然公投法讓我沒有辦法 來推台獨公投 我就以我的參選來直接變成是 台獨的另類的公投 其實是有這樣的味道 因為如果說他從現在到他出現 到他如果真正代表 民進黨參選的話 他的主張是非常鮮明的 不可能再改變了 加上後面支持他的也是這樣子 所以明年的總統大選就會變得是 某種程度上是 台獨對上這個 比如說和平 或者戰爭對上和平 或者另類的一種 台獨公投的選戰 蔡英文本身我認為她 她的選擇也非常有限 可是她現在對她 最大的困難點就是說 她到底要不要去領表 如果她不去領表 那再預測一下 你覺得她會不會去領表 我認為她還是會去領表 還是會 我看剛剛也是說她會去領表 我認為她會去領表 程序還是要走完 對 因為不管怎麼樣 要有一個台階下 你今天如果她不領表的話 那是不是就直接宣告 等於現在就可以退位了 宣告 領表是死的 蔡總統如果先前沒有 接受CNN專訪講說我要 已經跟CNN講了 你已經要信任他選了 你這個時候 他都會國際宣告他要選了 如果之前都沒有談過 要不要選的話 倒是可以考慮 要不要最後去領表 可是他已經跟 已經跟全市間國際媒體講說 我要連任了 你這時候不領表 那不是徵效嗎 對啊 而且他們的 這樣賴清德 江泰軍 真的是很不厚道 所以才知道說 當時他離開就是 蔡英文醫院留不住賴清德 就知道說賴清德不願意當他的 所謂的蔡賴沛 願意蔡賴沛 他就繼續當行政院長就好了 我也想知道 也確實在想要 不愚重 邰月 我只想要